那我們來看一下學測95這個 那這一個呢它是鋪磁磚的問題 那其實它 這是一個比較 就是其實我在 我們一開始學數列當然會學很多Sigma的公司 不過現在其實那些公司都不是重點 數列最重要的特性就是要去找規律 那怎麼去找規律呢 我們通常會去看變化 就是說我去看前後像有什麼變化 透過變化來尋找規律 好那我們現在我們希望 來看這個白色的磁磚 不過這白色磁磚 我這裡是黑色的 黑色的磁磚 這裡是黑白的 顛倒 那等於是說 這邊 你要去 一開始這裡有八個 這裡我們自己用 把它反白就黑色的 只有八個 那接下來呢 這裡讓你可以數 但是其實你要用變化的觀點 就是說你關注的 你不要把它想成這裡有13個 你要把它想成它是怎樣 它是多五個 對八加五個 其實它每次只是多這邊 那每次其實只是多這邊 所以就是說 你都要用變化的觀點來看 那這種變化的觀點來看 我們就叫遞回關係 就是說 它其實是怎樣 對 就是說 an會等於 a的n-1 加5 它其實就是一個等差數列 就是每次加5 好那一開始呢 是8 一開始是8 我們現在想要算a95 一開始是8 那可是呢 它是a94再加8 再加8 可是a94是多少呢 a93再加5 一直加5 它就一直再加5 但是我們這樣子 其實你等於就可以 剛剛有點講錯了 反正等於就是說怎樣 你就是要從第一個 要加幾個5呢 每次都加5 但是 加94個 對是94個 不是95個 因為它有94個間隔而已 所以94乘5再加8 就9545這邊是 5424 478 對478 所以重要的就是 你要懂得去找規律 好 怎麼找規律呢 用前後向的變化找規律 這種叫遞回關係 就478個專塊